- 喂!- 喂! - 喂!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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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! - 今天來做什麼?知不知道? - 在標題都知道,傻了才問這條問題 - 今天來吃這個,州記油渣麵 - 對,油渣麵是很香港特色的東西 - 聽說你以前吃不少啊! - 所以我已經沒有興趣了 - 所以要交給新一代的人來測試一下 - 其實不是,我小時候有吃過這間,我小時候爸爸帶來吃的 - 試一下它現在,它跟著如何? - 麵就到了,忍不住呢,我就是爬了幾口 - 其實不是啊,是我們的CAMMAN剛剛忘了查聲 - 然後我們都說過了我們剛剛要說的東西 - 我就點了一碗油渣麵,寶華呢? - 我就點了一個喉肉刀上面 - 還有我們剛剛已經加碗了一點來試了 - 群組,群組 - 點了一個小吃,炸餃子 - 我不吃完東西了,我還沒病啊 - 我也不吃炸東西的,CAMMAN自己噴了它 - 記著講講想啊 - 你吃完幾道菜 - 不可以說好吃 - 會試吃的人是不會覺得好吃的 - 會說到那層皮膚… - 公司不聽錯,自己給啊 - 對 - 我覺得你… - 一邊吃東西,一邊開機嗎? - 對,拿著一部機,然後又說怎麼吃呢? - 還可以戴腳架嗎? - 我覺得它的紫菜不錯 - 豬油渣是好吃的嗎? - 豬油渣是好吃的嗎? - 豬油渣是好吃的,但是… - 我覺得紫菜好吃的 - 豬油渣是好吃的 - 豬油渣和你以前吃的味道相似嗎? - 以前那些… - 那個感覺是油的那些香味 - 我也覺得 - 是的 - 這個是健康版 - 可能剛好我給你那條比較健康 - 很香一點 - 這樣吃到一條很油,也挺香的 - 對,我覺得這條沒有油 - 但感覺上真的以前比較香 - 而且以前比較便宜 - 會不會會注意到油渣的呢? - 不知道 - 爆汁嗎? - 很燙,它的炸加得不錯 - 好,我們剛剛已經吃完了 - 我說就是吃開10-20元的年代 - 我吃的時候已經30多了 - 現在已經加價加了40多元了 - 我覺得沒有以前那麼香口 - 而且油渣的份量少了很多 - 以前很多的 - 以前整面都是的 - 咦,不是的,有沒有那麼多? - 我的年代 - 不過呢,就香口很多 - 而且它的麵底多了 - 我可能都差不多10年前了 - 那時候麵是小碗的 - 真的是這麼小的碗 - 剛剛大家看到也這麼大碗 - 都挺多的 - 但油渣的少了 - 我以為它小是這麼小的那些 - 對,我也以為是 - 因為以前真的會有這麼小的那些 - 可能就是加價,但多了麵 - 讓你覺得不會太不值 - 哦... - 但我吃了牛肉的刀上面 - 可能我吃慣的那些 - 就這樣切出來的 - 真是新鮮的 - 可能因為它在街市買的那種 - 那種感覺 - 但那個不是問題 - 主要是太軟 - 是的,挑軟 - 其實這碗上到桌面 - 不是很久 - 兩分鐘左右 - 已經夾了一條麵給我 - 立刻吃了 - 已經立刻吃了 - 但是軟到... - 什麼時候咬都不用咬 - 你阿婆的妹妹都會 - 還吸收了湯,變得很鹹 - 很鹹 - 它的湯是不錯的 - 它的湯是普通牛肉麵的那一種 - 沒什麼問題 - 可以略微沒有那麼鹹 - 其實我想說 - 我的油渣面都很鹹 - 感覺到它是內了味精的 - 總括而言 - 我覺得不值四十幾元 - 但你沒有吃過豬油渣的話 - 其實可以吃 - 因為我自己 - 我本身是很喜歡吃肥豬肉的人 - 所以吃豬油渣我是挺開心的 - 而且我覺得它的環境太熱了 - 我們已經是走完進去 - 本身是濕濕的了 - 之後它的冷氣不開 - 開了很遠的那邊的冷氣 - 其實我們坐在泰國 - 是的 - 它那個冷氣已經濕到瘋了 - 我也超熱 - 已經不想吃了 - 因為其實32度已經不是大熱天時的 - 真的很熱 - 很熱 - 結果你會不會推薦 - 不推薦 - 是的 - 老闆出來了 - 所以我故意說一聲 - 肯定被人打 - 但我自己覺得 - 喜歡吃豬油渣的話 - 是可以偶爾來吃一下 - 我不推薦 - 而且我們現在吃的是鷹 - 是周忌 - 但其實鷹記是出名的 - 不過鷹記今天還未開 - 會不會也是這樣 - 鷹記好像是便宜一點 - 味道呢 - 鷹記那個炸雞也挺好吃 - 而且很便宜 - 炸雞也很便宜 - 麵呢 - 麵其實差不多 - 我覺得豬油渣麵是差不多的東西 - 都是這麼難吃 - 不是一向都是這樣嗎 - 麵 - 不是啊 - 怎麼說呢 - 麵呢 - 質感不行 - 但豬油渣麵做了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- 那種麵條 - 假裝是烏冬 - 但又不是烏冬 - 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- 好的 - 我不建議大家特意來試 - 經過我可以吃 - 是啊 - 如果特意過來的話 - 罵他吧 - 不好吃的話可以罵他 - 不是 大家去吃鷹記 - 好 先走了 - 下次看看還有什麼好吃的東西再介紹給大家 - 拜拜 - 不好吃的話都會拍出來的 -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